今年9月12日 习近平和普京在海参外东方经济论坛上会晤 二人带着围裙一起制作俄罗斯特色小吃 互相秀恩爱 日前G20峰会上 两人承诺深化国际关系 习近平说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 中俄关系定将蓬勃发展 普京回应 俄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十分重要 不过两国媒体最近却因为一件事闹得不可开交 事关11月在珠海举办的航空展 国产歼20战机亮相后 引来俄国媒体的批评 毫不忌讳地提到俄国试飞员的评价 指中国歼20战机是山寨机 偷窃了大量俄国和美国战机技术 还不如俄罗斯国产的第五代战机苏-57 中共官媒发文回击 与俄方媒体对骂 中共官媒提到 俄国雷达技术长时间步入欧美地区国家 电子工业技术太垃圾 导致米格35、苏-57战机隐身功能不够理想 中国产的歼20已经服役 然而骂战没有结束 俄国嗤之以鼻说 俄57战机已经在叙利亚战场上有所表现 但歼20到目前为止仍缺乏实战经验 俄罗斯专家尤里·克西科夫还炫耀说 俄罗斯目前已经有崭新的雷达技术 可以全方位探测 防卫功能大步提升等 中俄官媒吵得不可开交织界互相接短 那么究竟谁是强者 看看相关报道就会知道 印度媒体曾说 中共空军号称最先进的逆宗战机歼20 曾在西藏训练时 被印度空军战机的普通战机苏凯30 在自家领域、媒越界的情况下 很轻易地就侦测到 俄罗斯媒体卫星社的报道 也可以找到这个说法 香港亚洲时报曾提过 被称为第五代的战机中国歼20和歼31战斗机 与美国的F22和F35隐身战机简直没法比 不但缺乏强有力的发动机 也没有超音速巡航能力 反过来又影响到该战机的隐身性能 然而隐身性能却是这代战机主要的关键优势之一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 理查德·比钦格披露 中国最好的发动机 涡扇石发动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研发中 但仍有缺陷 该发动机的动力不足 据说仅使用30小时就需要更换 香港政论杂志争名也指 歼20目前样机的发动机是模仿俄罗斯 加进美国技术因素后的猪狗配 预测未来的10年 中国仍无法实现发动机的自主知识产权 另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歼20隐形功能 只在正面对向地方雷达的时候才管用 一旦侧身就原形毕露 分析指中国的歼20只是一个心理战产品 用于提高中共的士气 另外中共战机也屡传事故 并有飞行员因此而丧生 飞行员撂勇的死亡 被指可能与歼20有关 资料显示中共空军成立60多年来 有2000多名飞行员运 有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